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吹拉弹唱 琴棋说话都不是特长 小一跳 进入下一环节 巧珍 我觉得你刚才给我的印象 就像一个非常传统的听话的孩子 一心只读圣贤书 琴棋说话一概 我一概一概不会 我想问你一下 假设图磊是总经理 我们十四位都是部门经理 然后图磊说 你今天晚上十二点之前 现在已经十点了 让你汇总一下 收集一下我们的十四位的工作报告 但是大部分人说 太晚了 不想交了 你怎么办 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我会先催一下 都这么晚了 你说我们就该回家睡觉了 早干嘛去 真的不想写 对啊 那不早说呢 你好 张经理 因为这个报告呢 对于我们工作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您的这份工作 意味着我们的这个整个的项目 能否向下进一步的推进 所以说呢 我希望我们的 太晚了 我们都累了 要不明天吧 对 明天挺好的 明天我们上班第一次 我给图总今天下午都打过电话了 早跟他汇报过去了 你跟他说一声 我汇报完了 他们说他们的 我不管了 那好 那么我就把各位的 做出的报告进行一个汇走 以及没有做出报告的经理的一些基本情况 怎么着你当个助理还打小报告啊你 没有 我只是做一下详细的记录 对 像他这个没在职场上待过的 他真的是有点 就是这个很简单 你要是不像没完成你那个老板的事的话 你就发一个邮件 每个人都发上 把老板给call配上 就是说今天这个事 必须在几点钟以前要交 这个叫他们自己去跟老板去解释去 你这个事就完了 徐昭总那个方法在外企是可以的 就我发个邮件 但是邮件等他们收到了明天了 这事耽误了 对 我刚才的前提是 图总今天晚上12点之前 要看这个工作进度报告 说明这事情非常重要 他把这句话 原原本本地复述 说12点之前 对 还有一个第二个手段说 如果大家有各种理由 我们现在拉个电话会议 说说这个问题 对不对 这个事情是以完成目标为结果 而不是说我已经说了 然后我交代 最后没完成 但我觉得巧珍作为一个新人 他刚刚在舞台上的表现 跟我们以往的选手比较起来 他还是有尺度的 他有他自己的坚持的这个态度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我想问一下 刚才的话 女儿在台上受到这些人的 这样的刁难的话 您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他自己选的路 真的说得了是吧 那我们就放心了 他这种父母是我比较理解的 就是孩子反而比较强势 因为父母知道 没有什么可以帮忙的 对吧 就是觉得没有办法 为他未来提什么建议 我也没有办法再送他一程 所以我就只能 用精神方面去支持他 其实妈妈一直是这种心态 是 我理解 来 第二轮选择 去货磊 来 写新筹 把东方英提供给你的岗位 是我们的加盟拓展的顾问 工作地点在北京 基础薪资是四千八 给你的岗位是产品运营助理 然后四千五加 美在当下给你提供的是 公众号的文员工作文字编写 我给你提供的岗位 是市场运营的岗位 我给你的薪资是六千五百块钱 青创智慧科技 给到你的岗位 是我的秘书这个岗位 薪金是五千块钱 我愿意放这个岗位出来 是因为我想亲自带你 因为我觉得 把你放到公司当中的 任何一个部门领导带你 可能都会有失我 对于你的期待和期望 好 谢谢 他眼睛里放光了 来 小福 可以给到你 研发及运营的这种 人才的培养 由CEO亲自带 然后薪资水平是四千五 对 谢谢 好 谢谢 考虑一下 灭掉四盏的下两者 好 你这又加了六百是啥意思 就在北京的失速成本还比较高 我们给你一个月加六百块钱的贩布 谢谢 但是你不一定干得过张萌 张萌要亲自带他 就是为什么我觉得 《非你莫属》这个舞台有魅力 是在于老板亲招 我觉得这是你的行业当中第一份工作 那个人是很关键的 一个市场运营助理能看到的一个方向是市场部的方向 但是一个董事长能带着你看到的方向将助力你加速成长 你看 脸睛都掉出来了 这个萌萌姐说得很好 但是我想告诉你 你在北京也是我亲自就是跟你做搭档 你们公司有多少员工 一千两百名 一千两百名员工里边 你觉得比他优秀的多少人 我知道他并不是因为他比我们公司优秀多少 是他辅责我们公司的最低的线 好 那你们公司一千两百人里边 符合这个最低的线的有多少人 只要是在我们公司的都符合在这个线 当你说数字的时候 我还觉得你这个人很靠谱 当你现在说我要亲自带他的时候 而刚才的一堆业余 我觉得你在业余 我觉得你反而是 我正如来作为一个公司的负责人 我可以选择 有权利选择 就是录取或者不录取这个人 这个逻辑上没有问题 我只是说你的带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给别人希望 我觉得这样 不要因为这个场来挑战 就谁带你都不靠谱 我们在职场上必须要给出自己的价值 我能把这事做好 我才能拿同样的钱 他带我 我的价值就少了 我们要去学习 但是你不要相信谁会带你 因为如果一个公司 老板天天有时间带着你 这公司前途会怎么样 好 理解 好 10秒 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分闭网 清创智慧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分闭网 清瓦 好